好啦 繼續來看這個 海巡蘇 來到一間優秀以來 最大宗的早數婚 這個四季超過五億 有專員來討論 說這次之所以會去讓長到 受這個一年的專員 讓他欠薪水 加上他不願意來早數到這個 返岩 他只要把台灣的新婦來討論 才讓這個消息來現更 海巡蘇的人員 討美把火鍵裡面 早數的婚一生一生搬出來 總共有十三的火鍵 也是雙喜啦 超過一萬箱 五百多萬包的走私香菸 海巡署人員動用 五十名人力連夜搬運 到現在還沒有傍晚 討論裡面的全部都是 中國和韓國的孫婚 數量超過一萬一千相 五百五十一萬包 超過五億 企圖勝中休節前 這個航運忙碌 安檢人手不足之計 走私香菸 是我們歷年來 查貨失菸 查貨失菸 最大宗的案件 這隻對飛鳥三家山來的惠倫 對國香港出發到韓國 白樓利用威修的名字 聽到台中港 有尊官說 一個印尼的尊官 沒拿到薪水 加上他沒想要參與招數 卡電位給台灣的辛苦 這個消息才傳出來 一名叫台灣的父母 對 我叫Amy 這個部分我鄭重否認 不是 這個是我們鳳山茶區 對在前半年的時候 已經接獲現報 是不是港節時間 兩兵都有消息 還純粟沒有進食 好你家在這部的孫婚 還要撞一次台灣進行 就將撞到 沒拉一支市民 當然